前段時間裏,趁著Work for Home,我重溫了一下死亡復甦室 才發現這款發售於2017年的遊戲 背景設定是在假想的2022年年初 一款在2021年末爆發疫情,還延續到2022年的遊戲 在如今這個自媒體近乎瘋狂,大家都喜歡用標題吸引流量的時代 竟然沒有一個人用這麼聳動的標題來做影片 呵呵,那我就用了 死亡復甦,又被眾多玩家戲稱為喪屍界的無雙 遊戲裡有著滿坑滿谷的喪屍可供玩家進行殺戮 最重要的是,比起同類型的遊戲,這些喪屍都非常的蠢 於是乎怎麼戲虐這些喪屍就成了遊戲主打的項目 遊戲裡也提供了非常多的武器可供玩家進行選擇 從路邊常見著桌子椅子,到跨世代的高科技動力裝甲 只要能拿起來的通通都可以拿來對付喪屍 在當時也被稱作是超越俠盜列車手 有史以來最自由的開放世界動作遊戲 雖然話是這麼講,但遊戲裡其實有著相當嚴謹的時間機制 若是要達到真結局 那麼就必須跟時間爭奮多美而賽跑 解救完全部的倖存者,滿足所有結局的前置條件 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一次通關 雖然聽起來很簡單,但實際上解救倖存者非常的困難 每名倖存者都要滿足足夠的條件才會跟著離開 有些倖存者是老弱婦孺的,還必須用攙扶的才能走 有些甚至嚇到不敢動,必須要拿特定的道具才能說服他離開 更甚者如果少救一名倖存者 可能還會影響觸發其他倖存者的條件 除了喪屍之外 那些被喪屍疫情給逼瘋的人才是遊戲裡真正的困難點 跟以往的喪屍遊戲不同 這款遊戲主打的BOSS不再是各種強化的喪屍 而是瘋子 遊戲內我們會遇到各式各樣 因為各種原因被逼瘋的瘋子 透過打倒他們除了可以營救被他們爐走的倖存者之外 還可以取得他們身上的特殊武器 幫助我們更快的通關 遊戲中也有各種通關獎勵以及結局 還有加賽模式 所謂的加賽模式也就是真結局 在達到好結局之前完成所有的隱藏項目 就會在結局之後觸發 玩家要在非常少的時間裡跑遍遊戲內的所有地圖 蒐集所有相關的物品才能進行最後的BOSS戰 由於是卡普空的遊戲 所以遊戲裡頭有著非常多卡普空的彩蛋 其中每代都會出現的就是洛克人 遊戲打到某個結局 便會解鎖洛克人的服裝設置式武器 例如一代能解鎖洛克炮 二代能解鎖布魯斯的盾牌 四代能解鎖潔弱的裝甲等等 而這些武器都非常的強大 也因此多數玩家會想辦法達到這些真結局 雖然遊戲聽上去並不簡單 但因為遊戲支持多周目繼承 因此就算第一次玩的時候拿到壞結局 第二次依然可以繼承壹週目的等級 還有獲得的獎勵 大幅降低了遊戲之後的難度 以上這些就是死亡復甦的大概遊玩方式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款自由度超高的上司版GTA 也可以當成是一款惡搞版的無雙遊戲 因為各種多樣性的玩法 使得死亡復甦在當時獲得了相當高的人氣 一度成為了卡普空第二梯次的紅牌 僅次於卡普空遊戲中的四天王 然而時過境遷 如今在提到死亡復甦這四個字 大多數人只會平淡的哼一聲 甚至更多人連看都不想看一眼 為何經過了這麼多年的累積 卡普空會將這部好奇 走到人人喊打的地步呢? 2005年的E3早上 時代卡普空獨像設計師的道船禁二 決定在新世代的主機上 發布一款全新的喪失動作遊戲 死亡復甦 之所以會開發死亡復甦 是因為當時的道船禁二覺得卡普空另一款知名的喪失遊戲 惡靈古堡已經開始嚴重地走偏了 當時惡靈古堡正值系列的第四部作品 遊戲裡頭幾乎沒有那種傳統走路緩慢 反應遲鈍的喪失了 而惡靈古堡也不再是小人物的故事 而是開始衝刺了各種個人英雄主義 面對已經走位的惡靈古堡 道船禁而想要開發一款有著大量經典笨僵尸 沒有英雄 且對人性有著大量描寫的喪失遊戲 死亡復甦便因此誕生 但在續作增加了一堆強化喪失 有著個人英雄主義描寫的顯然 已經偏離了原本的創作理念 這個就放到後面再談 正因為如此 一代的主角反而刻在設定上 便是一個完全不知名的自由業記者 道船禁而除了想要讓玩家 透過記者的身份一臉一滴的 挖出整場事情背後的真相之外 還要讓玩家捨棄了原本的主角觀環 用一個第三人稱的視角 紀錄並且推動整部劇情 看完玩家在失去聚光燈後 是否還能維持四處助人的本性 又或者只是一個 只想要快點拿到報導的人寫記者 一代是四部系列宇宙中 公認劇本最好的一作 雖然這很大一部分是建議 在後面幾部的劇情實在不怎麼樣 但這一代是真正意義上 唯一一部用第三人稱視角 來推動整個劇情的一作 遊戲中玩家不再擔任 主要劇情的重要角色 而是透過一名記者的身份 幫助主要角色 觀察並且挖掘真相 劇情本身也像拼拼圖一樣 一片一片將整體事件背後的真相 給拼湊出來 甚至在遊戲中若是不完成所有的條件 並無法了解整體事件背後的主使者以及真相 這也是為什麼一代這麼經典的原因 支線方面 這代的瘋子是全作中塑造的最好的 由於死亡復甦系列的核心描述都是人性 總是人們在遇到危機時 就會變得跟動物沒有兩樣 因此這代的瘋子基本上 跟上司危機脫離不了關係 除了攝影師以及狙擊手家族之外 多數人都是被這個困境給逼瘋的 這也是為何多數人認為一代經典的原因 因為這也會讓玩家開始反思 自己若是遇到同樣的情況 是否也可能變得跟他們一樣 除了上司的帶路感之外 一代也用很多的倖存者來鋪墊這些瘋子 遊戲特意設計了一些 會在這些瘋子之前出現的倖存者 例如玩家們會先遇到被趕出超市的老人 被女警打傷的黑人夫婦 被邪教獻禁的女人等等 這些任務都會先替我們為之後遇上的瘋子做鋪墊 這也是為什麼一代很多瘋子都會讓人印象深刻的原因 而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支線BOSS而已 一代的倖存者系統其實蠻蠢的 基本上毫無攻擊能力 而且還很容易被卡在上司群裡 常常一個不小心就被上司給活活咬死 有些試試健全的NPC還會被嚇到腿軟 常跑到一半就要回去牽那些在地上爬的NPC 當然這還能在理解範圍內 畢竟主角是超人帶NPC可不是 被上司群圍住或是嚇到腿軟這些設定或多或少 可以幫助我們帶路到遊戲當中 但這些NPC還很容易被一些物件給擋住 例如一些只能開單邊的門 一些無法破壞的盆栽等等 常常就看到NPC整個人卡在那邊無法過來 最氣人的是一代在進入安全屋前有個高低差的台階 不然客戶帶著那些沒辦法走動的NPC爬上來 所以常常要先放下NPC 讓NPC自己爬上來 但因為NPC的AI實在太過於弱智 所以常常會看到一堆NPC卡在那個台階上 光是讓NPC爬上那個台階就浪費了我好多時間 因此有一些電腦版的MOD會將後期能夠強化NPC的書籍放在一開始就Gain 因為NPC弱智畫質點實在很破壞遊戲體驗 我個人是強烈建議先裝這個MOD 遊戲裡的刷新機制也是讓我很頭痛的地方 遊戲只要玩家進入動畫或是轉換個場景 就會把整張地圖給刷新 有時候打個BOSS 東西不小心掉在地上 BOSS一死地圖一刷新就什麼都沒有了 或是在戶送信存者的時候 不小心出了一個動畫 昨天你就看到原本好多人的NPC 被困在突然冒出來的喪屍群裡 因為這些詭異的刷新BUG讓我重來了好幾次 前面好不容易塑到的帶路感到這邊全都沒了 雖然很多人都說一代是系列做中最難的 但遊戲整體在操作上並不算困難 遊戲前期又可以拿到全遊戲裡最OP的武器小丑電鋸 戴上兩把甚至可以直接用到通關 不過比起後面幾代 這作為補品就真的非常稀少 雖然有很多可以拿無限補品的地方 例如超市或是咖啡店等等 但隨地能撿的補品非常稀少 甚至常一整個區域裡頭 只有一兩個食物可以撿來吃 因此這代就變成經常要先把補品給準備好 才能開始去冒險 不過排除掉這點以及系列的雷愛設計之外 這代真的沒有什麼太多刁難玩家的地方 2代是歷代最長的篇章 這遊戲正式發售前 卡普空進行了非常多的宣傳 甚至還用四部漫畫講述了一代之後的故事 以及新作的世界觀 好讓玩家可以連接這兩作的劇情 不過由於多數的網路漢話 都是在之後的漫畫從硬板層上傳的 所以大部分的華人玩家是沒有看過這四本漫畫的 漫畫主要講述了一代主角 凡恩克和二代女主角雷貝卡之間的關係 以及新登場的藥廠私利 還有二代主角Chuck的劇情 由於對遊戲背景有著非常重要的鋪陳 甚至大幅影響到了後來對於劇情世界觀的熔路 因此多數沒有讀過這四本漫畫 會比較難理解遊戲的背景 不過多數玩家都將死亡復甦看作是一款 喪失無雙的惡搞遊戲 因此劇情... 那種東西怎樣都好啦 遊戲中都有一種叫做Sunbox的藥物 講白點就是抑制喪失病毒的藥劑 是由一代癥結局中 女主角伊莎貝拉調製出的藥劑所改良的 遊戲機率正常流程中只會有五隻Sunbox 賽亞就要透過幸存者或是商店購買才能取得 而若是要達到癥結局 以及全幸存者收集就要七隻Sunbox 因此該如何在藥劑上做取捨 這也是二代的難題之一 相比於一代的商場 二代選擇在了賭城 雖然說是賭城但反倒更像是一座主題樂園 遊戲中也首次加入了金錢要素 賭城裡有著各式各樣的賭博遊戲 從一般的角質拗戶到抓鈔票的遊戲應有盡有 透過這些小遊戲在空閒的時間裡賺取大量的鈔票 然後利用這些錢去購買商店裡的強力武器 或是載具或是Sunbox 除了金錢之外 遊戲中也加入了非常多的成人元素 比如一些情色相關的商店 誇張的衣服 甚至還有可以觀看攝影影片的場所 這也是首部開始加入了成人元素的死亡復甦系列作 由於是我首次錄坑的系列作 因此對二代的主角Track有著非常多的回憶加成 不過多數系列作的老玩家似乎並不是很喜歡Track 尤其是二代剛上司那回 經常有很多系列粉絲將Track跟法蘭克進行比較 認為Track實在太過於木娜寡言 沒有法蘭克萊的有趣 不過隨著時間過去 越來越多這種不愛講話的父親角色出現之後 我開始期待大家會對Track的改觀 直到我將整個二代重溫過之後 我才發現Track的問題出在哪 Track的問題是出在他實在太過於被動 以至於所有的劇情都是靠著他身邊的人在推進的 無論是被新聞媒體抹黑又或是找到其背後的真凶 都是靠著他身邊的兩位女角引導才有下一步的 雖然這點也滿足當初用小人物來做主角的創作理念 但是小人物跟沒主見還是兩回事的 誰買個遊戲想要看一個沒什麼主見的人當主角呢? 因此排除掉《瘋狂好爸爸》這點 Track真的是沒什麼特色的角色 就連支線方面也沒什麼深刻的地方 遊戲製作分為四個 前傳 正作 後畫 以及平行時空的外傳 由於前傳跟後畫是DLC綁定的原因 導致多數人並不了解這兩部的劇情 但本體的故事情節又太過於平淡 比起前作 整個劇情中並沒有什麼太大的爆點 甚至在遊戲剛開始時就已經將幕後黑手等於凝視而擺在玩家面前 讓整部劇情顯得平淡無奇 而大家比較想要看到《藥廠黑幕》 以及《殺氣仇人》又放在DLC裡 導致二代四四部系列作中劇情最不怎麼樣的一作 相比於一代的《瘋子》 二代的《瘋子》設計又遜色了不少 二代的《喪屍危機》已經不再是《瘋子》們發瘋的主因 例如被父親嚴重控管的變態肥宅 有著店面財務危機的廚師老闆 遍不出新把戲等著要被辭退的魔法師等等 這些人變成《瘋子》的原因不再跟《喪屍危機》有著直接關係 當然還是有一些例如《大頭娃娃》 還有軍隊中施是跟《喪屍》有關聯的 但排除掉這兩個之外 素人匯豐就是本身帶有不穩定的因素 竟然這是危機發作而已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都說二代的《瘋子》 塑造比初代還差的原因 因為他們本身就已經離《瘋子》只差一步了 而不是像一代那樣被破成為《瘋子》 二代的《瘋子》主打了四字十二果 大部分的《瘋子》都會被自己所準備好的陷阱給反噬 比如廚師就掉進自己剛熱口的油鍋裡頭 變態肥宅就死在跟他發生關係的女喪屍口中 因此這代最期待的地方 也就是看這些瘋子會如何玩死自己 相較於膽 這代就變得比較難一些 遊戲也為了推廣新的武器合成系統 所以讓遊戲內的喪屍都變硬了不少 一代的喪屍基本上都很軟 用一根球棒敲一下就倒了 但這代都是不用合成武器 那一隻喪屍至少得搭兩三下 使得遊戲整體上很依靠合成武器 遊戲後期會開始出現強化版的喪屍 經常一碰到就會掉好幾個血 使得遊戲整體難度上升了不少 BOSS方面比起一代多元的許多 各個BOSS也多了不少專屬的招式 而且因為少了洛克砲以及小手電鋸這類OP的武器 所以再也無法秒殺BOSS了 不過這點我倒不認為是難度上升 只能算是把武器做修正而已 這座的友方AI大幅提高 而且多了不少半隻動槍械可以取得 因此這座還是可以靠圍毆的方式把BOSS給直接圍死 這也算是一種走偏道的方式吧 相較於彈 而待在系列一座中的口碑就並不是那麼優秀了 除了劇情主角並沒有初代那麼突出之外 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卡普通將真正的結局 放在XBOX而獨佔DL遊戲裡 而這個DL遊戲又包含著藥廠背後的陰謀 一代的後續 Track 首人 殺氣 仇人等 對系列劇情有著至關重要的元素 以至於系列座的老粉絲對此非常的不滿 不過這遊戲本身而言算是很優秀了 加上多數玩家碰到的第一部是二大 因此劇情這個缺點就被縮小了不少 從三代開始就不再是卡普通獨立製作 因為當時的製作人倒傳進而已經離開了 三代改由微軟投資並且合作項目 而他也是因為當時的微軟想要推行自家新出的主機 XBOX ONE 因此將三代綁定在新主機上 直到一年後才有了PC版 三代是首部支援中文化的作品 雖然不知道是因為太難翻譯還是疏忽 遊戲中有不少東西都是原本英文名的 不過幸好沒有太影響遊戲體驗 因此也算是可以忽略的項目 從製作開始 死亡復屬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進入所謂的開放世界 以前雖然也可以自由地探索 但總是會被困在一座商場或是一個主題樂園中 從製作開始終於可以探索整座城市了 雖然嚴格來說還是困在一座城市或是孤島了 但人在一座城市裡自由地跑來跑去殺喪屍 是當時多少喪屍遊戲愛好者夢夢以求的事情 因此這也是我對三代最好評的原因之一 三代分為四個區域 簡單來說就是住宅區、富人區、工業區以及都市區 每個區域都有屬於自己的專屬敵人以及武器 例如在住宅區會遇到血量很高的消防隊喪屍 在富人區會遇到會衝刺飛撲的感染窮員喪屍等等 還有一些道具只有在某一區域才能看到 這種種的藝術都可以看出這一代的地圖做得非常的用心 三代雖然也有時間限制 但跟前兩桌的72小時制並不一樣 是採用更長的七天制 遊戲也提供了無時間限制的完整探索模式 可以讓玩家自由地探索整張地圖 不用再跟時間賽跑 不過若是想要取得隱藏武器裡洛克炮的話 還是要玩原本的時間制模式 遊戲點驗上做了不少很好的改動 例如合成武器不再需要跑到維修室合成 避難室裡可以領出合成過的武器 取得蘇姬後可以自由地切換等等 這都是這一座改善的地方 由於三代的主角是祈修宮 因此也新增了載具組合的功能 不過由於合成載具太強了 導致遊戲有一半以上的時間玩家是待在車裡的 這算是這一代比較不平衡的點之一 這代繼承了上一座的合成武器 不過還新增了升級要素 遊戲每個區域都會有一到兩種主體武器 主體武器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來增強 例如遊戲剛開始可以拿到的鐮刀 可以跟火焰瓶合成變成火焰鐮刀 或是跟死神面具合成變成死神鐮刀 而兩者合在一起又可以變成最強的火焰死神鐮刀 看著自己的合成武器一點點的變強真的很有成就感 武器方面三代多新增了幾種攻擊模式 分別是輕攻擊、重攻擊以及處決攻擊 處決攻擊在這一座有點偷懶 大部分的處決攻擊都是用同樣的模組 重攻擊是這一代很好的一個設計 多數武器的重攻擊都是範圍AOE 在面對一大群喪屍打起來的時候真的很爽 跟情急作較為不一樣 三代不再是一個小人物 或者說以一個第三人稱作為遊戲主角 而是直接將整部實踐的影響核心放在了主角的肩上 但這也跟當初道傳金兒的創作理想有著很明顯的衝突 不過既然製作人都已經離開了 這種對於故事影響不大的要素 被捨棄掉的失誤也不是那麼重要了 除了故事核心不在之外 這代修改了滿多前作角色的性格 不過由於前作的人物要到故事快完結的時候才會出現 因此就算角色設定跑掉了也已經快到結局了 所以多數人不會太在意這個點 由於多了技能數配點以及隨時可切換書籍的功能 讓製作的喪屍變得異常的硬 就算用合成武器也要砍三四刀才能解決一隻喪屍 好處是可以透過角色配點和收集到的書籍可以感受到主角正在成長 但壞處就是前期打起來真的很不舒服 大概要到終期才會有那種無雙的快感 三代唯一會讓我想要吐槽的地方 就是物理引擎的BUG實在有過多 尤其前期還沒有點出車輛推力時 常常會因為你過去的上司身體太硬直接把車給推了起來 又會是採用某個爆裂物讓整輛車直接飛出去等等 不過整體來說BUG雖然多 但重複玩了三次的三代放到如今還是很好玩 三代主線的角色塑造都不是很成功 除了男主角尼克以及性感大媽羅馬之外 其餘的角色我都沒有什麼印象 而且故事後面為了洗白或是洗黑各種角色的痕跡真的很明顯 甚至是刻意到想要吐槽那一種 通關後我一直覺得三代的劇本應該重寫過不少次 否則的話故事劇情不會那麼不順暢 伯迪爾其中的角色就都很不錯 連配角也都算有血有肉 因此這也算是互補回來吧 三代的風只主打的是其中罪 也就是暴怒、色慾、貪婪、怠惰、傲慢、暴食、嫉妒 雖然已經上去很清潮 但實際體驗過後感覺還蠻硬湊的 有非常刻意地去將這些元素塞入這些角色的感覺 不過BOSS佔整體設計算是蠻有趣的 對應的方式也很多元 基本上沒有重複的地方 所以排除掉的角色塑造的話也算OK 可其實是這座很多BOSS都沒有有趣的專武 很大部分BOSS打的只是送一些鑰匙 或是可以開啟寂靜的道具而已 《死亡復蘇4》是該系列目前最後一部作品 也是大家評價職業探底的一部 該作的時間發生於2022年 也就是今年的1月 作品雖然延續了三代的世界觀 但整體上算是一個軟重器 把一代的法蘭克拉回來 並讓他在16年後成為一代的薇歐曼森 這個時期的法蘭克已經52歲了 在遊戲發售開始之前 他居然上邊放出了一段法蘭克的夢境情節 若是仔細聽的話還會聽到背後出現的大量一代角色的配音 包含大家所熟知的兩位國土安全部的人員 以及幾個一代很重要的倖存者 這部預告片直接把老玩家對一代的懷舊情懷給拉滿 我在玩之前還猜測這次要利用法蘭克來玩劫三代所埋下的伊莎貝拉伏筆 然而除了一代的壞博士有稍微露意下面之外 其餘跟一代有關的角色劇情一概都沒有 連遊戲內各種可以收藏 很好發揮講故事功能的手機、報紙等支線道具 也都只是提供一些搞笑元素而已 重點是還非常不好笑 大多數粉絲最反感的就是法蘭克的性格被大幅改變 這代把法蘭克塑造成一個極度自私、嘴禁的混蛋 雖然有些人會說法蘭克在之前嘴巴就有點不安分了 但前幾座最多只能算是有點油腔滑掉 這座已經變成那種完全不看場而說話的那種了 而且用混蛋這個詞來形容故事裡的法蘭克真的非常合適 四代同樣已經三代的武器以及車輛合成系統 取消了三代的超級合成武器 因此雖然合成的整體數量比三代少 但整體總類反倒是多的 不過最近的詬騙是四代並沒有很好解釋法蘭克為何能夠製作這些東西 二代跟三代都有花一到兩個篇章向玩家解釋這些功能 但在四代裡 法蘭克能做這些東西的理由只是因為他在大學上過幾次工藝課 要知道在一代中法蘭克只是一個比較能打的記者 四代直接讓他變成工藝大師 實在有點太說不過去 因此這點也成為了系列做老玩家最唾棄的一個點 四代重新加回了拍照系統 不過比起一代 製作的拍照系統就單純只是一個升級的手段而已 除了主線有一些要拍照收集證據的要素以及支線解謎的用途之外 其餘的模式下就幾乎不會用到這個拍照功能 相比一代在支線上會要求拍攝血腥、暴力或是色情的圖片 製作就真的沒有很好發揮這個功能的用途 地圖方面四代雖然號稱有著歷代規模最大的地圖 從一開始的購物商場加上外面三個街區的地圖 外面區域總共分成三個 右城、西極、北風 簡單講就是商店區域、居民區以及工業區 但比起三代那種一眼就可以看出區域的主題 時代的鑑別度就低了不少 而且經常在不同的區域出現同樣的建築物 例如同樣的酒吧、同樣的便衣商店、同樣的工廠等等 甚至一些收藏品跟隱藏道具還會被放在同樣的位置上 甚至很讓人不去吐槽 這座進行了相當多的優化 將原本的物品來分為補品、近戰武器、遠程武器、跟投擲武器 只要按下一顆鍵就可以切換成該種類武器的模式 例如按左鍵是遠程、按G是頭直 雖然這樣看似很好 但這座取消了前座的重攻擊以及體積 導致整體玩起來非常單調 就是一直按著普通攻擊、連擊速垢之後使用處決 對於遊戲體驗來說是大擴分的 第一次跟再次遊玩 我都是斷斷續續的把這裡做給玩完 第一次玩的時候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熟悉感 遊戲整體上並不無聊 裡頭安排了非常多的事情給玩家做 例如升級基地、解成就、蒐集物品、殺喪屍等等 但玩起來卻非常的空虛 導致我每次在玩世代的時候都是一陣玩一陣停的 直到最近在重玩世代時 我終於知道為何會有這樣的想法了 因為這不就是Ubisoft Day的開放世界遊戲嗎 遊戲裡頭的內容儘管量大環保 但重複性太高 除了殺喪屍升級之外遊戲體驗太過單調 一些人了解劇情的收集品甚至對主線劇情的幫助不大 而收集的這些東西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經驗跟設計圖 三代雖然同樣擁有著大量到處去收集物品 跑圖的遊戲體驗 但三代在技能數以及武器的成長上比較明顯 三代的技能數相當直觀 到處都是職業加血量 提升所有遠程武器傷害 武器耐用度或是車輛不會壞等等 所以點了之後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玩家所使用的角色正在變強 四代的技能數就複雜了許多 而且很多都是加機率性的 如加暴擊的機率 翻找物品有機會找到合成武器 或是殺敵之後有機會恢復耐久度等等 但這些都是機率性的 比起前作很明顯的成長 製作靠著技能數的提升真的不大 因為四代將武器分的太雜 三代只將武器分作近戰跟遠程 四代將每種武器做了一個分類 遠程武器按照槍械分類 近戰武器按照屬性分類 但每個種類只能提升一次 到了遊戲後期會幾乎感覺不到角色成長 跟三代越玩越強有著其他不同的體驗 四代新增了兩個重要元素 避難中心以及避難室 避難中心每個區域都會有一間 一開始一定處於被喪失攻陷的狀態 而避難中心會依照玩家所拯救的倖存者數量而升級 升級之後能夠解鎖更多的物品販賣 玩家者必須使用在地圖裡找到的零件作為貨幣來購買物品 避難室則是這一代開始新出現的 靠著簡單的解謎找出避難室的位置 再找到隱藏於周圍的鑰匙方可打開 避難室裡頭會隨機刷出三種情況 大概就會找到倖存者 倖存者被喪失吃了 裡頭所有的倖存者都被感染成了喪失等等 避難室裡頭有著一把合成好的武器 幾把重活力的RPG或是重機槍 還有可供無限取用的罐頭湯等等 避難室的出現大概是我對這款最大的負評之一 畢竟死亡復甦或多或少還算是一點恐怖遊戲 恐怖遊戲最可怕的地方就經歷於倖存者的活力不足 但隨處可見的避難室裡頭灌滿的LNG跟RPG 別說恐怖了 我都在懷疑為何VLMETA還沒爆發內戰呢 這座雖然是在獨雕的前座法蘭克雕像 但收集品卻比前一座還要來的更多 遊戲中有個東西叫做《維克勒部落格記錄》 用意是要讓玩家從女主角維克的角度 來瞭解整篇故事 但不知道是製作主放出了還是疏忽了 有一部分講到後面故事的部落格在一開始就能夠收集到 因此就出現了法蘭克已經從部落格聽到某人是黑木的秘密 然後進入劇情裡又變成什麼都不知道 整個體驗出戲到了一個不行 而維克的部落格講到的東西其實主線也有講 因此不論收集或不收集對劇情了解都沒有影響 這也是這一座的差評之一 主線劇情方面這一座真是差到完全無法濃度的那一種 套一句我在國外看到的評論 整部劇情也就是該死的不死 不該死的卻一直死 除了賣一代的情懷之外 遊戲從頭到尾都沒有說服我為何要讓法蘭克重出江湖 甚至我覺得直接使用三代第二遊戲的主角 Brand也完全沒有差別 這度的女主角維克也是超級不討喜 從遊戲開始到完結我都會在祈禱可以快點賞她一個便當 好讓她可以滾出這一座故事 而且你會發現她在遊戲裡頭做的任何事情 沒有一件事跟推動劇情有關的 甚至把這名角色刪掉你也會發現故事劇情完全沒有差別 死亡復出是整體狗編會直接探底 有很多的因素 其一邊是世代簡化了非常多的操作 例如現存者不再由任務或是劇情觸發 而是只會在地圖上隨機生成 文明的補量不再按照食物的種類做分配 而是跟自己的技能點數做連結 這兩點也大幅降低了死亡復甦的遊戲帶入感 雖然多數人都認為世代的差評這麼多 是因為將結局綁在DLC上才造成的 但實際上他們在二代時就已經這麼幹過了 而且世代的DLC語局說是結局 倒不是說是額外增加的內容 對於劇情體驗來說真的並不是那麼重要 相比於二代將黑幕 殺雞仇人 跟一代的後續放在DLC裡 法恩科的復甦真的沒有那麼嚴重 除了Ubisoft的話之外 遊戲內最大的差評就是Bug真的很多 以及打擊感非常的稀碎 遊戲內經常會有卡模組的情況出現 常常打著打著對面的敵兵就卡在原地 卡在原地還好 但遊戲卡在原地還會有傷害判定 就變成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死掉 除此之外 世代還加入了潛行系統 潛行系統在人少的時候還蠻有趣的 畢竟人少的時候敵人判定只有主角一人 但人多的話 這麼說吧 當後期各式各樣的敵人出現之後 你甚至可以在敵人的面前 用潛行把一整個小隊給殲滅掉 但是他們看到同伴的屍體還完全沒有反應的 整體上世代瀰漫著一股濃濃的網遊味 甚至可以有一種在玩上司版線上GTA的錯覺 如果世代的潛行系統難度再高一點 食物的數量減少到1% 各地的安全物需要玩家花錢購買才能進入 定期更新各種服裝、載具以及武器 並且開放多人玩家來遊玩 那麼我相信這一座的體驗肯定會好上不少 可惜的是這些東西會放在單人模式裡 加上那個插到不堪入幕的劇情 世代的BOSS真的是在情理之中 死亡複助會逐漸淡出視野 除了世代的偷工解料以及難以入幕的劇本設定之外 喪失以及開放世界遊戲的氾濫也是其中一個原因 現今市面上相似的遊戲實在是太多了 以至於就要少了死亡複輸 我們仍然能夠找到相似的替代品 卡普空蛋後面逐漸搞破清楚死亡複輸的定位 加入了大量強化喪失以及讓主角英雄化 使得這款經典的遊戲融為了上世界無雙的笑柄 不過不管怎麼說 死亡複輸仍然帶給我們許多回憶 甚至也成為了至今許多上司遊戲企圖效仿的對象 儘管卡普空在2018年關閉了死亡複輸的工作室 並且暫停了五代的開發項目 但市面上仍然有不少的傳言 或許在經歷過世代的背叛之後 我們仍然對這個系列抱有一絲期望 不過看下這麼多被卡普空所拋棄的系列 我們不禁真的想問 我們還能夠有期待嗎